今天过来感受一下寻翼150的插板 其实它的最直接的竞争对手还是来自于UHR的150 这两台车有什么区别 咱一会说 咱先试驾感受一圈 这个场地也不算大 体验一下三阳的寻翼150插板 这是个新车 咱把这个膜打开之后看一下 我等于是替这个车主提前的感受了一下接膜的快感 之所以打开这个膜 主要是寻翼150插给人看上去低一眼的感觉 非常有运动性 这个造型相当的漂亮 其实它的这个平台还是介乎于老款的寻翼150 你像这里虽然有了这一块的 但它还是一个没有龙骨的这么一个车型 这里是装电池的 整个车现在最大的好处是在于它的性价比 要比原来高很多 大家可以看一下 UHR 豪杰的UHR 刚刚公布了价格 和它的这个价格相差并不大 这两个车的区别在哪里呢 首先来说三阳的寻翼150X 它是带着前后的博士双通道的ABS 并且这里有了TC TC必定是今年 小踏板里150级别的一个发展趋势 无钥匙启动 这个和过去的你像小钢匣和火凤凰都是一样的 这边这个仪表 它不光是带着这个TC的这个功能 而且它的这个TC是可以关闭的 它是电源的启动 这边是四闪 原来好多人说有些车型没有四闪功能很实用 这个是带着四闪 而且三阳的全系车型 你只要是在打转向或者打四闪的时候 都会有一个提示音 你能够听出来 原来有些人说嘛 你这个车没有超车灯 但是现在你看 现在是有了超车灯了 我觉得很实用的 它的前边的这个 这里是一个LED 全车都是LED的灯光 转向流水式的转向灯 因为它的这个油箱啊 并没有在这个前边 所以说呢 它的油箱还是在座桶下面 油箱的存储量和其他的相比较起来不是特别多 大概7.5升的这么一个存储量 油箱在这儿了 所以相应的它的这个马桶空间 目测的话可以放四分之三窥 你要放全窥估计有一定的难度 其实说到这里啊 让我更加期待的是什么呢 还是三阳的那款哈士奇 其实三阳啊 给我的感觉 属于那种理科奶 为什么说的是理科男呢 他在这个推广啊 营销方面不是很强 你像人家一些其他的车型 车还没上市呢 那个广告铺天盖地 还有一个亮点在哪呢哈 前后都是14寸的 CST的半热熔轮胎 有正心半热熔轮胎 双活塞 在刹车方面在制动方面是肯定没有问题的 而且150的级别的踏板嘛 两边两根毕阵 刚才你骑了一圈感觉骑得怎么样 可能是我的这个体感 我咱改天专门的去拍一期长的 这个只是在这个小广场里大概骑了个三四百米 我感觉他的这个加速是要比小钢侠要强 正常来说 小钢侠和巡异150用的是同款发动机 是不是在调教方面 这款巡异150插的调教更激进一些 反正我试起来感觉更激进一些 这个比小钢侠好看多了 那当然啊 大气了就是 小钢侠就小巧点 这款车它的亮点是从侧面看 除了正面看外观之外 你这样骑行起来很舒服 有点像ADV我感觉 其实它的这个外观 我感觉将来会和哈士奇是有点重复的 但是哈士奇卖的价格肯定比它要高多了 因为哈士奇用的是另外一款发动机 并且哈士奇有着15升的油箱 所以说你要是对这款车 还有所不满意的话 那更值得你期待的 应该就是三阳的哈士奇 这款车它的最大的好处还是在哪 性价比来说很高了 你算一下 ABS 带TC 半戎轮胎 这个仪表也不错 全车 LED 灯光 150级别 四气门水冷